三顆球 送八八 被鄭俊悅說八八 153HIGH FACEBALL 打者輝空三陣出局 球速快 跟輝棒速度快的對決 第一球右半邊的飛球來不及介紹 蔡佳彥就抓到了九局下第二個出局數 左半邊的平飛球 蔡佳彥換個位子打就有安打了 第五個打期終於出現了本場比賽 個人的第一盞打 忠心兄弟還有機會啊 結果李偉沒有接好 兩出局滿球速 打高了 153的速球在右半邊 哎唷 到底要交給誰 哇 有點危險啊 但富邦漢將最終有驚無險 曾俊悅是關門成功 讓九局下半 忠心兄弟再次留下了得點圈的殘壘 這場比賽 最終的比數漢將是5比2 在中秋節這一天 送給了先發投手藍莉大禮物 讓他拿到了本季的第三勝